YO~~ Buzzfoot萬聖節 沒錯 我們的新果實 等一下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看就是這個 我們的靈魂 不能叫靈魂 應該說鬼魂果實 我們的鬼 或者是直接叫鬼果實 然後這個是他新的外觀 然後他這次有被做出蠻大的重作 他的技能變成五個 然後技能好像都變得還蠻帥的 那我們就趕快直接來看我們的 鬼魂果實 我們先來吃掉他 來吃掉 OK好 這個是新的圖標 新的鬼魂果實圖標長這樣 然後這是他的五個技能 最高要150 那我們就先趕快來速速練場吧 我還沒有打過這顆果實 OMG OK 差不多練完了 練到150就好了 150就可以滿了 其實算還蠻低的 可是他150就有兩個技能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趕快來看我們 新的鬼魂果實的技能吧 OK好 我們來看看 首先是點擊 點擊是沒有技能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跳過來看V吧 這個是V 按住的樣子 這個按住準備姿勢然後放開 OK這個是這樣 就是會朝著你指的方向往前衝 我記得這跟原本的復活果實的例 好像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他的音效還有那個特效有改 他會像這樣 對他會像這樣 然後你碰到他以後 他會被 路上經過的敵人被你碰到後 都會冰凍一瞬間 大概冰凍個一秒左右 他會定在原地 像這樣 像經過 經過一個 然後傷害會有兩段 第一段是3300 然後第二段冰凍後的爆炸 會再有400 大概是3700左右 然後他應該可以一次動數多個人 對 對 他可以一次動數多個人 好 就是你只要路頭上有經過任何人 他都會被冰凍 還不錯 還不錯 一下子你看我現在亂回 也是可以冰到他們兩個 還不錯 這個Z我覺得其實蠻強的 然後他現在又把它重做了 感覺會變更強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X技能吧 X技能呢 先找這一隻 來 然後按著 按著這樣 放開 OK 就是一個 怎麼說呢 以你為中心 然後攻擊範圍是一個圓圈 然後圓圈內的敵人都會被 定住 然後慢慢的往後推 差不多是這樣子吧 應該是 看一下 對 慢慢的往後推 然後傷害大概是在4600左右 其實目前看起來這個果實 還算 應該是還算 非常 在PVP裡面應該是可以 在PVP裡面應該是可以占有很大的優勢的 因為目前光是看前兩個技能 都是可以把人定住的 你可以先一個Z然後返回 然後再一個X 把他定住 然後我剛剛這個沒有按好 我不太習慣用滑鼠 我再試一次看看 你看前兩個技能嘛 我先一個Z回來 然後一顆紙 你看我可以這樣 然後連續兩次把他定住 然後可能再接一套連擊之類的 他就會 被定在連地完全不能動 其實還不錯耶 我覺得 目前這個果實看起來 感覺很適合PVP 那我們接下來 來看一下 C技能長怎樣吧 OK 好 這個是C技能 按住 喔 喔 他就是一直噴一個火焰 然後一直朝你指的地方噴 喔 然後他是一按就噴 然後你是可以移動的 我的移動是指 你的視角可以移動 就是你可以去 去操控說你那個火箭要噴哪裡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吧 那我們看一下他噴到底的傷害有多少 大概是5200 5300左右的傷害 還蠻高的耶 如果全噴到的話 這個傷害還是算蠻高的 然後 然後呢 可是這重點是你要靠他很近 才可能全噴到 因為他會一直被往後推 如果他推到太後面的話 你就噴不到他 像如果我在這裡噴 對我只噴 你看 像這裡我只噴到4800 然後他就不見了 反正啊 C技能就是 一條火焰嘛 然後一直噴 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去移動他的方向 然後傷害大概在8300左右 在8300左右 因為我剛移動一下 所以不太準 然後如果你全部噴到他身上 傷害就是 5300左右 5300 說錯了 5300 然後接下來看一下我們大招 也就是我們的V 來我們V按住 OMG這什麼 這什麼 OMG這什麼 蛤 兩個替身 喔 欸 哇這什麼 喔好酷喔 他會跟著我動耶 欸他們會跳耶 喔他們會跳耶 欸好酷喔 欸這好酷喔 這是什麼 這是 Apex的幻象嗎 呵呵 我最近我在 我最近我在比較常打Apex 這個是Apex的幻象嗎 你看 按B 然後 兩個替身 來來來來 跟我一起打 跟我一起打 OMG 他會跟我一起用技能 哇好酷喔 蛤 欸這個好酷喔 欸這個 感覺打小怪很方便耶 假如我這樣過來 然後噴他 OMG我們全部人會一起噴耶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在 我在原池 現在這是大招 按著 按著沒有用 可是他會那個 我們全部人會用技能耶 好酷喔 欸這 有夠酷耶 你看我們C喔 然後我們開始噴 這個傷害 1萬9 OMG 來再 5萬3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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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 這個V好強喔 欸這個 哪一個 這跟哪一個那個 不是有一個果實 好像是 愛情果實嗎 對我記得是愛情果實 愛情果實的V的大招 也是召喚處替身 可是 他的替身只有一隻 然後他不會跟著你的動作 他這個V是 他這個鬼魂果實的大招的替身 是完完全全模仿你的動作 你看 我衝刺 他們也跟著衝刺 沒有他們 他們不是魔方 他們是跟著我 然後你看我跳 他們會跟著跳 然後 我連跳 他們也會跟著連跳 好酷喔 啊我給我切刀耶 欸 欸我切刀 他們也會跟著拿刀耶 等一下這什麼意思 等一下 現在我果裝替身 你看你看 我現在拿著拳法 拿著拳法沒有 可是如果拿著刀 你看他們也會跟著我一起拿刀耶 然後 那如果 喔 你看你看 你看他現在傷害很低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來我先把它處理好 然後給你們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因為我現在那個 我現在傷害 我的點數全部都點在那個果實 我的刀是沒有點數的 所以 他 所以如果我拿著刀 我拿著刀的話 如果我什麼都沒拿 他就是用我的拳法去計算 可是如果我是 召喚出替身以後 看像這樣 我召喚出替身 然後你看他們現在是用拳法 你看他們現在都是在我拳法打 你看 我現在是血魔拳 然後他們都在我用血魔拳打 然後如果我是拿著刀的話 你看他們就會跟著拿刀 他們就會用我的刀來打耶 所以 你就算不點果實 你就算點數不點果實 你召喚出替身 然後你再換刀 那些替身全部都會用刀打耶 那這樣很痛耶 很酷耶 這樣超酷耶 OMG 等一下 我想要研究一下這個體身 如果我拿靈魂吉他耶 靈魂吉他沒有用 所以他只能切刀 刀或者是拳法這樣子 然後 他們會跟我用同樣的技能 假如我現在按 我現在按X拉 說說看 很痛耶 OMG 很痛耶 這樣打起來會很痛耶 來打他打他打他 OMG 好酷喔 太酷了吧 而且重點是兩個替身 重點是他召喚兩個 所以出來有梗筒 你看喔 給我現在V 然後一起C 321 噴 你看我們全部都會一起噴他耶 我們全部都會一起噴耶 等於有三條攻擊線耶 你看 X 你看你看 超酷耶 OMG 你看喔 你看到最酷是什麼 我先讓他們分散一下 你看像這樣分散 然後一起C 你看 噢好大 OMG 然後X 然後F 噢他們會跟著我一起F耶 OMG 好酷喔 OMG 這個 這個才叫真的帥 這個特效說實在 普普 就是普通偏上 可是 他們的 那個做法 他們的那個操控模式 是真的帥到爆炸耶 我超喜歡這個耶 這個V真的很有料 我覺得這個V在PVP裡面 可能真的超級無敵有料 我覺得 然後尤其是刷怪 你看刷怪我只要過來 喔 我覺得好煩喔 來開個V 好怪 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一直這樣span OMG 你看 我們這樣隨便打一打就1萬7耶 然後 然後如果 你不算不用技能 就算你停止用技能了 你的兩個替身還會直接過去 用拳法 靠他 好酷喔 OMG 這個超酷耶 酷到爆炸 好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技能 剛剛那個V技能大招玩太兇了 都忘記我最後一個技能了 最後一個技能就是普通的鬼魂飛行 我不知道原本的果實有沒有飛行技能 原本的復活果實好像沒有飛行技能 我記得是沒有 然後這個是他的F 普通的飛行技能 然後他的特效還蠻帥的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飛行速度嘛 就普普而已 沒有到快 但也不能說慢這樣子 好 好那就 對就是這樣啊 我還是 我還是很喜歡這個 這個替身 這個替身有夠帥 OMG OMG 然後噴 喔 他三個一起噴 他傷害是會 他傷害是真的會疊加上去耶 超酷耶 OMG 超級無敵酷耶 你看看 哈哈哈 超酷耶 你看三個我 超厲害 好那我看這就是我們差不多今天的影片啊 今天這次影片啊就是來展示一下他們萬聖節重作的這個靈魂果實 不是靈魂啊 就是 重作的復活果實 然後現在叫做 那個 然後現在叫做鬼魂果實這樣子 他的技能目前看起來真的是 宇宙無敵帥 然後三個技能都有定住別人的功能 嚴格來講 V也算有 如果他有開到技能的話 他整個是果實 現在我感覺 非常適合拿來PVP 甚至刷怪都很好用 那個V技能大招那個 替身拿來刷怪一定會很好用 然後前三個技能都有定住的功能 所以拿來PVP也會超級無敵好用這樣子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目前的看法啦 真正的用法還要等一些人開發出來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講用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的影片點下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更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頻道的更新影片啊 那也不要忘記加入我的Discord伺服器 這樣就可以與我還有我的觀眾們一起聊天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